根本鄧炳強所謂的《顏色革命》 就是用舊的思維去抓習總的超前三百年的思想 抓錯了 抓了蟲就變了 習總現在想著什麼 他贏的群體免疫贏了 他就是勝利打敗這個新冠 如果造成全國幾百萬人死亡的 他就想著劇本放進白紙革命那裡 我都說嚴厲封控的 你看現在搞成這樣 沒辦法 唯有恢復了 所以我就說他怎麼都贏 就是這樣 他每一次政策他不是講科學 不是講對人民有益 或者沒有益 而是講他怎樣去concredit 還有壞了那時候怎樣脫身 於是你看到中國大陸所有這些公共政策 都會粗糙不堪 因為全部都在政治掛稅 跟香港是一樣的 你現在香港衰革了什麼 安心出行的話切 但是好像回香港還要裝不上旅遊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你一定要的 一定要裝 因為你至少有一樣東西去contain那個 那個疫苗通行證 因為他現在就不需要你去再出入安心出行 但是有兩個步驟嘛 你回香港的話 你吃飯的話 現在是你奪了安心出行之後的話 餐廳的負責人 是要拿餐廳部機來掃你的疫苗通行證的嘛 你這一部分是保存了的 所以疫苗通行證裡面有兩個功能的嘛 一個就是你有個打針 另一個就是你確診之後會變紅馬 那他怎樣可以告訴你你確診之後會變紅馬呢 又是通過安心出行 把你的藍馬變成紅馬 所以基本上其實你不等於完全是取消了安心出行這件事的 實際上來講 你看看總部記者會都說了 安心出行是好東西來的嘛 大家不記得了嗎 是不是他仍然是死心不惜的 第二還要疫苗通行證的嘛 現在出入場所還要刮的嘛 你的邏輯如果有的話 那個邏輯就是仍然都是不給沒有打針的人去吃糖吃 是要攔住這件事 要留住疫苗通行證這件事 那要哪裏復償呢 什麼叫復償呢 我都說 還有口罩令呢 另外戴口罩呢 你隔離那些日子其實 這次這件事呢 我反而最終我明白了一件事的 就是盧寵某其實由頭到尾都只不過是一條蛋散 根本就是一個奴才 他說核心的外圍都不是的 你問我 核心就是李家超 我告訴你 如果他好像 無論是政治的覺悟度 或者是收封的程度 我懷疑現在開行政會議 可能世良你清楚他們平時怎麼開行政會議 整班人都是收封的 你有沒有聽到中央說過什麼 然後葉劉就說 我沒什麼聽到 你有沒有聽到中央說過什麼 然後旁邊還有沒有陳志思 還是有誰 每個人都在問 其實大家有沒有收到封呢 究竟中央說過什麼 可能開行會都是這樣的樣子 我告訴你 高永文 我覺得當年高永文 比這個盧寵某更聰明 因為如果你是緊跟中央路線的話 他就應該馬上變成中南山 但不是的 他現在還在死頂 理論上正正常常的共幹一個黨官 應該在這個時間 就是說所有事情 總之老闆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現在緊守的不是你自己的面子 是緊守老闆的絕對正確 以及永遠正確 所以正常來說 如果盧聰茂真的是在醫護界 如果是黨的心腹來講的話 他應該馬上就變成中南山 你問我 但沒有啊 還死定了 共產黨的政治轉變之快 你是想不到的 就等於以前的六年 北京文革之前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珍 他以為還是靠劉少奇撐著他的話 沒問題的 結果文革一來第一個打倒人 這些呢 我想他們這些香港的農才一定揣摩 盧聰茂為什麼 我覺得他不是收不了風 他是選擇了零左勿右 在抗疫裡面 你死守舊的一套 沒事的 最多就說你中南山都轉了 習總都轉了 你轉得慢 轉得慢不是死罪來的 其實是 但是零左勿右的好處 為什麼我說香港的政局 會搞到這麼混蛋呢 就是個個都是農寵物這樣 你叫我抓肥佬黎 這個用工業村違反地契 本來就想著 托他錢或者什麼 趕他走的 哇 現在層層加碼 去到判他69個月 那個原因就是什麼呢 就是零左勿右 喂 釘得入肥佬黎 就釘到他最盡 他們沒有想過釘完之後死了 李嘉誠 其他地產樓 哪一個不欺詐過政府 我想問 就算現在在公下住的那些香港市民 在公下住的劏房的那些市民 或者是那些立法會議員 請一個助理回來 和他處理他自己總商會的事情 那個立法會議員的助手 都是在欺詐著政府的 其實 全部可以抓去坐牢的 他不會想過這個普通法的後遺症 他不想了 總之層層加碼去到盡 就是這樣 你現在看到了 連釋法都是 肥佬黎、Tim Oven這件事 兇到Tim Oven離開了香港了 就說不懂了現在 等法庭自己處理 一壓押後到九月 你想想有沒有搞錯 現在押後到明年九月 張丹岳 就是說一路繼續要肥佬黎坐下去 所以我就說 這個寧左勿右 盧寵黎就是吃透這一套 你看到 無論他當年在馮敬恩事件 就是這個港大後委會事件 辦跌辦運 等等 你看到這個在深圳的 這個港大醫學院搵食的人 他吃透的就是中共官場那一套 他不會理香港的幾多中小企 因為這樣而倒閉 是不是 很多倒閉 他理得你總商會繼續在這裡喊驚 是不是 你連那些吳光正都受不了 因為糾倉旗下的商場 全部拍污衣 我管你再拍多久都好 是不是 我就是寧左勿右 為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保住我自己的污衫 左的 犧牲的是人民 是其他人的利益 不是自己的利益 但是如果我先走一步 告訴中央我要放寬 而舔了東西的話 就犧牲我自己的利益 而benefit 到市民 或者商界 或者小生意的人 對於我有何益呢 對我來說是沒有益的 所以我就說 你看透了這幫蔡若蓮奴寵物 這幫人 其實全部你說他左嗎 絕對不是 他們是廢 廢得來之外 不過他們吃透中共官場的一套 因為他們是左派紅色系統的人 於是就用中共官僚的邏輯 去處理香港的問題 於是就越搞越嚴重 越搞越嚴重 你現在零加三病 什麼 零加2.5萬 人家復常 新加坡復常 人家復常 告訴你 怎樣 每一個scenario是怎樣 去到哪一個情況 的Milestone 我們就可以放寬 再一個Milestone 去到哪裡 我們就可以放寬 但是現在你看牢寵物出來開記者會 有路線圖嗎 其實在那裡亂說 但是它不是說因為收不到封 我覺得 行政會議會怎麼開呢 現在 行政會議開不開都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 行政會議第一 不會真正討論政策 因為一個討論員 你看看那一天 就馬上推出去 就說有官員覺得過不了自己心理關好 就是說裡面有人是不打牢寵物 所以大家開會 現在組討會什麼都沒有人說話 所有決策核心進入一個黑洞 雙子在流聲與黑洞 就是由陳國基 陳國基 他幾個中共最信的 由政法委控制在香港 幾個部隊出身的官員 李家超 曾國衛 鄧炳強 就是那幾個傾望 我告訴你 其他那些什麼 孫東 孫玉潭 丘英華那些 全部是外圍的外圍 不是在中環摩天輪 在這個去到銅鑼灣 甚至去到沙基灣 我告訴你 還有蔡玉 親自找的 哪一個人召他們開會 下櫃來 這個是直接管治的模式 你還說什麼行會 行會這些事情 港英餘業留下的制度 立法會也是一樣 現在是黨委制的 你還糾纏在這些港英制度 留下的假制度 在那裡沒有意思的 現在都不是普通法 這個叫做黨委合議庭 是不是 所以你就看到了 方向走板就是 因為 它有時候 在一個細節執行裡面 它又不看程序 駱惠寧那些 它不認識你港府的程序 是怎麼樣的 它就下了一個指示 是這樣的 於是這個程序 就是方向走板 你看到的 現在人大開會了 人大常委 有沒有這個釋法的議程 都沒有 譚耀宗又走出來講了 本來就說 押肥佬禮回去審 現在突然間又再出來講 好像之前那個禮拜講的那些事情 突然間又抹了去了 為什麼呢 就是 永遠都是這個 不是叫做奴才 自講那麼簡單 這些叫做破地獄式自講 破地獄是怎麼樣的呢 你去個殯儀館你就知道了 那個道士就穿著一件道袍 拿著一把劍在那裡發離發去 那把口袋在那裡唸四個堅持 三個圍儀 你不知道它講什麼的 其實 一直在那裡唱 但是你後面就要跟著它走 但是這個破地獄是什麼呢 又要爛火盆人 又要拿著一些神主牌的東西 結果你後面那些家屬 跟著那個道士破地獄呢 它衝去左邊的時候 其實它下一個步伐就會回到右邊 你永遠都衝過籠的 於是後面那些家屬就醒了 就要跟那個道士保持距離 這種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破地獄方式 西方民主社會它改變政策會怎麼樣呢 我覺得會有傳媒的公眾討論 會有這個決策核心的資料外洩 傳媒報導完之後 唐明街10號要出來回應 這個福奇醫生要出來回應 然後跟著白宮要出來回應 跟著大家在國會裏面再向這個執政機關施壓 拿取更加多資料 於是慢慢令到政策改變 這個就是民主體制下 在獨裁體制下 就是那個道士決定衝左還是衝入 你自己後面那些官僚 就自己自求多福了 香港現在就算通關也好 都是大陸決定的 根本是決定了 它在它自己最有利的時機決定 就是它自己最有利的時機決定 它不管你香港死的 我都說了 香港最需要通關的時候它就封死你 然後最需要封死自己的時候 它就跟你通關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就是因為它從它的角度去 我反正都是走群體免疫的話 你來香港染疫我都沒有所謂 因為大陸的染疫的數字可能超過香港了 深圳 廣州這些城市 那我怕什麼呢 就由得你來 還有啊 由得你來之後你要記住 究竟這樣大規模內地感染了的人 如果來香港的話 或者潛在感染者來到香港的話 那對香港的社會帶來什麼衝擊呢 除了搶物資之外 醫療制度會發生在香港 過來香港看醫生 看發燒 是不是 你死不死 所以我就說 很多人說 我不理政治 我不懂政治 政治很黑暗 我們香港仍然繼續教育 沒問題 做生意可以繼續賺錢 香港回來了 現在 你看看 一月通關 現在是不是 一月九號 那大家就放長雙眼 很快 一個月都不夠 一月九號之後發生什麼事 是啊 大家最聰明的話 就是什麼呢 趁機會 農曆新年前 請兩個星期假外郵 我告訴你 無謂走去這些這樣的 大家按頭拿計 在這個上水的藥房那裡 在那裡搶購這些 Panel袋 這些什麼東西 自己加上一份 是不是 你有沒有看過新聞 醫管局問大陸 訂口罩 有蟑螂的 過了聖誕節 非溫哥華的機票 會不會便宜一些 趁這個時間 不如找你找數 你自己出來才行 你自己出來才行 還有 台灣現在是不是 離開了沒有 準備離開了 好像應該 幾時 應該都是這兩個星期的事 已經 連口罩令都可以解除了 但是他好像入境 我那天看我的社交媒體 我有些朋友在倫敦 飛去台灣開會 進不了境 就說他因為學術會議 都不算是可以入境 因為要 商務才是 很賤 是啊 台灣的東西 這些就是台灣 有時候 除了民主政制裏 他的行政措施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很十九 未必 很多時候 前線的執法 差別很大 這個讓你入境 那個不讓你入境 經常都會發生 我看到葉蔭聰寫 他的朋友來不了 去台灣開會 就是因為 申請不到Visa 不奇怪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現在 你內地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很差的時機 早一個月 或者遲一個月 急切所有的措施 都不及這個時間 冬天 本身日流 高峰期 接下來就是春運 跟當年武漢的情況一模一樣 武漢的時候 你該按的時候 你不按 然後就被打春運回家 然後就散出去 所以就 現在就在外媒 我看到過去這個星期 很多報導都有分析 就是說 這一陣突然之間放寬 會對內地共產黨的信譽 或者威權體制 會不會帶來衝擊呢 早在上個星期尾 就看到美國的前財長 這個夏曉星的親戚 Danny Summer的親戚 Larry Summer 就說到 他覺得未來六個月很關鍵 隨時會塌 當然 我覺得這些外國 未免太過樂觀 我們熟悉中國共產黨政治 有時候不得不承認 共產黨 都是幾個克羅地亞的感覺 就是應該輸的時候 應該塌當的時候 你看它的韌性 就真的很強大 無論大躍進 文革 甚至八九文革 這麼大件事 都死不去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六個月之內 共產黨就可能會塌當 這個事情 畢竟是太樂觀 但是你說Economist 或者其他的評論 都說你現在 這次的防控政策的轉變 其實得罪了很多城市中產 我覺得這件事 都不是說沒有道理 由去到上海的風控 去到現在北京 或者廣州 所引來的反彈 其實就是 我們見到的確有個轉變 就是當初 一些城市中產都覺得 變成一個 跟共產黨一樣 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大家一起 覺得是 可以在一個 所謂的一個 中國式 的中國模式入面 是得益的 但無論是 今次的風控也好 你看到這個社會主義鐵權 是怎樣對這些 城市中產 就是產生動搖 如果不是 也都不會見到 在白紙運動裡面 就是上海出來的情況 是有這樣的騷動出現 中國共產黨 我覺得 你不能夠脫離 中國人的社會去看 它是中國人社會的產物 所以為什麼它經歷過 大躍進禍死三千八百萬人 文革動亂 這樣全國武鬥 經濟崩潰 然後到八九民運 它都不死 加上這次全國封號 原因就是跟中國人有關 在東德就死了 在俄羅斯 在蘇聯都死了 中國人這個韭菜的韌力 容忍這個政權 在以前歷代帝制都是 除非餓死 就算餓死也好 都不會反抗的 你如果三千八百萬人 餓死 為什麼不反抗 反正好像陳勝吾廣那樣 秦朝那樣 反正中國是秦政 現在共產黨其實 什麼意識形態都沒有 其實就是一個官僚 最健康的官僚政治 陳勝吾廣就說我遲到下雨 壓到疫若去到到 到站的話我都要斬頭 於是大家想一下 就不如揭桿而起 就是這樣 你想一下 現在它多賤 剛才你說上一階段 李強封上海 當時想封了香港 所以我林鄭月娥是頂住 那時候群體免疫 在講梁柏妍系統 何柏妍系統 在講群體免疫 現在突然間轉裝 它是什麼 它在犧牲著農村的那些韭菜 它讓你那些人回鄉下 民工回鄉 那些人回鄉下 只是叫他們其實暗地裡 就是把病毒帶回去傳播 傳播到所有人都有 就沒事了 但是期間裡面 在農村那些老爺 那怎麼辦呢 有得你死 它根本這三年裡面 沒有擴展到 基層醫療的capacity 那些疫苗 mRNA疫苗 死都不放 還有Paslova這些口服藥 根本派不到去農村 在加拿大 在美國 那些醫生仍然不斷呼籲 希望那些人 醫院診所 處方多些這些口服藥 因為已經proven 是有五十多個percent的效力 可以處理那些陳情病 有報道 有報道 Curt Campbell 美國 是亞太事務顧問 是 美國 亞洲沙皇 是的 亞洲沙皇 是前兩天 是說 打去給王毅 還是不知道聯絡哪個對口 就是說 我看到你這樣的方法很不行 需要我們輝瑞馬上加班 送一些mRNA的疫苗過來 讓你們先撐著 都不肯 不需要 不需要 他就是最激進的Boris Johnson的信徒 我告訴你 我第一 我打多少mRNA疫苗都不行 我根本還沒打過 還在打國藥科興 根本還沒打過mRNA疫苗 你現在 大哥 方倉已經吃了那些錢 是孫企業 華大基因 那些個個都發到頭 是不是 你看胡錠旭肥肥了多少 問題就是 如果現在我再照地方政府 扔一大塊錢下去 去擴展醫院病床 遠水不能夠近火 這個星期已經爆來的北京 是不是 冰天雪地排隊去這個 這個發熱診所 發燒診所 就是這個原因 他最終那個招是什麼呢 赤腳醫生 我告訴你 和文革一樣 40年改革開放 結果回到頭 找赤腳醫生去處方退消藥 給那些農村的人 就是這麼多了 我覺得 講完了 所以你問 他為什麼需要mRNA呢 我都搞不定 現在叫做什麼呢 他就真的是global mode 我告訴你 他現在擺爛狂瓶 官方擺爛狂瓶的話 就索性你自己的群體感染 我就說這個super moment 開放來香港 一定是他 共產黨選過的獨國 對他最有利 這個就是什麼呢 成為城市中產的一個逃生門 你不要反我 你不要舉白紙 是不是 給這個逃生門你來香港 所以你說香港不大了 如果中國的疫症恐慌 因為他早兩年洗腦這麼成功 很多人會發燒之後會很害怕 有錢那些會怎麼樣 走來香港 我覺得 是不是 香港醫療劑隊 用胡錫進的說法 這個會發生的 我覺得 奴重貿有沒有準備好 這個情況出現 我想問 是不是 你說有病徵那些不讓進來 大哥有病徵呢 陳福奇有多少人啊 我想問 是不是 來了之後發燒 如果你想想 反正我都要準備感染一次的了 我來香港感染好 大陸人會這樣想的 還是在北京排隊 下雪 去這個輪門診好呢 我當然是來香港好 為什麼 看完之後可以走數 是不是 醫護怎麼死都要死你幫我 是不是 但是他又實際上 是之前一個政府 天天在罵他們黑胡的 這些混蛋 永遠都是把自己的利益 計算到最盡的 所以我就說 1月9號之後 通關之後 香港人不要坐著坐著 這次發了 香港回來了 真的回來了 問題就是你想想 那個情況會變成怎樣 一種無序式的開放 他特地的 你以為他封控了這麼久 他想不到如果要放的話 不可以這樣一下子 哄一聲這樣放呢 一個flood gate 打開了一個水閘 這樣 但是因為正正就是 我覺得 他是在用群體免疫這個方法 疫苗走不通 因為根本 他不肯承認 國產的疫苗是不行的 他又要求 MRNA疫苗 將技術轉移給他 人家又不給 人家可以賣給他 他又不要 一路拖拖 我就說 BioNTech 上海復星代理 復星裏面 在香港打的疫苗 我看過 復星裏面的人 傳給我的 那個tack 是簡體詞的 其實根本是 是準備 還是2020年底 運去上海 是 2021年初 不是2020年 2021年初 2021年初 運去上海 結果 一直都不批 到現在都不批 那你想想它是什麽玩法 是吧 你說這個是科學決策 打死我都不信 這個就是 將政治利益凌駕於 人民的頭上 的玩法 好了 到最後 一下子收不到科 因為這個無間地獄 封控是 他收不到科 就借勢白紙革命 然後一下子就用民體免疫 是吧 之前不是說 一條人命都不能少嗎 死人就是死人 盧寵物還是這樣說的 是吧 難道你送你爸爸媽媽去死嗎 為什麽記者不問問 盧寵物 那你現在是否送你爸爸媽媽去死 我希望你爸爸媽媽死了 或者何君堯送你爸爸媽媽上山 真的 是吧 所以我就說 完全不是收不到封 其實是什麽呢 寧阻密 香港現在是進入了這樣的狀態 教育而是 發展而是 公共醫療而是 是吧 你想想 把錢去考 四百多隊社區關外隊 那些關外隊 那些人就是義工 那些錢去了哪 我想問 上門 去關心市民 那些就是義工 那每隊 那些百多萬的錢去了哪 我想問 就下了建制派的袋子 去deliver那些就是義工來的 真是 這麽神奇的 那你說 建設一個好的公民社會 是不是要做這些東西呢 當然不需要 但是 你做多些public engagement 好過 現在反過來 所有政府政策 public engagement 沒有了 你看看 所有建設個土地房屋 那些 現在直接是幾步走 不要說造價九十萬一個 還有 地都未找到就已經拿錢了 不是幾步走 當立法會是 提款機 現在是 沒有人提出一句 你質疑那個造價這麽貴 做五年之後拆了 要不需要這樣燒錢 他就說 這些是冷冰冰的數字 你看看劏房那些人多慘 這些噁心的爛鬆拿出來 去塞住你的嘴 是吧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大幅倒退的情況 就是必然的了 講完抗疫之後 我想講一下肥佬黎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 是 Break a break 回來再講 好啊 先休息一下 OK